第五题 下一类有关因差在空气中振动产生的深波 哪一项错误 选项A 深波可以传递能量 这个是对的 深波也是个波动 波动可以传递能量 选项A正确 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 空气传生是一种重波 所以选项之 空气中的深波是一种重波是对的 同时我们了解 所谓的重波就是介质的运动方向 跟波的前进方向互相平行 所以选项B 空气的分子的振动方向 与深波前进方向互相平行是对的 选项C 空气分子的振动频率 跟阴差振动频率无关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 发生体的振动频率 与空气的振动频率 以及耳末振动频率 都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C是错的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哪一项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空气分子的振动频率 与阴差振动频率无关 我答案选的是C 空气分子的振动方向互相平行